弟兄姐妹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如清晨甘露临到每一位 今天灵修的进度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前一章保罗和巴拿巴从比西里的安提亚被逼迫出境后 又来到另一个城名叫以戈念 第三节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靠主 主借他们的手和证明他的恩道 都是以神为出发点的侍奉 保罗和巴拿巴非常明白他们所作所传的 是要叫人看见耶稣基督而不是看见自己 所有事工的成效都是神在动工并非靠自己的手 于是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主 但仍有许多不信的犹太人 怂断外邦人一起攻击保罗和巴拿巴 造成分党分歧的混乱 于是他们又逃往别城 第八节开始 他们在路斯德继续传教 有一个生来瘸腿的来听保罗讲道 保罗见他有信心就使他痊愈了 众人的反应十分激动 在这个外邦之地 他们以为保罗和巴拿巴是希腊神奇降临在他们身上 就马上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献祭崇拜他们 台湾也是一个民间信仰很深厚的地方 当我们基督徒从中脱离出来领受真神的慈爱与恩典后 是不是还常用旧有的习惯 旧有的思维在信仰我们的神呢 求主帮助我们 如同好土般 领受了真道就持续成长 不让旧有的习惯拦阻我们全心信靠神 保罗与巴拿巴被众人当假神来崇拜 于是赶紧阻止他们说 我们也是人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造天地的主 同样的保罗再次强调他们所做所传的 是要叫人高举基督 而不是高举自己 有时候我们所说的一些话 做的一些关怀一些举动 会成为身旁弟兄姐妹的帮助 甚至有可能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契机 但我们不能因此自满 要知道这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出于神的手 还记得使徒行传一开始 耶稣就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因着圣灵的浇灌 我们这小小的器皿才能彰显神奇妙的作为 事后众人又被不信的犹太人挑唆 开始用石头打保罗 虽然遭遇这些事情 保罗隔天仍然前往曾经逼迫他的地方去 要兼顾门徒的心 愿我们一生都学习向保罗 勇敢为主做见证 永远以神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不离自己所做过的事拿来夸口 而是引人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 求主帮助我们单单信靠你 不轻易被困难击倒 不限定在救有的习惯 不高举自己 只夸耶稣基督你的名 让我们学习更爱你 因为知道是你先爱了我们 谢谢你 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